2020年9月11日 現在全世界的確診數目是2829萬多 死亡方面是12000多 新增加的確診數目是277000多 新增加的死亡數目是5000多 如果按照這個速度繼續發展 一個星期之後世界的總確診數目可能達到3000萬 現在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就是印度 多了96000多人去到4559000多 死亡方面多了1200多人去到76000多 巴西多了4萬多個確診去到4239000多 死亡方面他們將近13萬人 美國多了34900多人去到658萬多 死亡方面他們是196000多 西班牙殺了上來了 多了超過1萬個新增確診去到554000多 死亡方面他們是29000多 法國亦都增加了9000多個新增確診去到35萬多 現在大家圖片看到了 這個就是西班牙的每一天新增的情勢 他們現在的第二波比第一波更大 接下來我們繼續看其他地區 哥倫比亞多了7000多人去到69萬多 俄羅斯多了5300多人去到104萬多 墨西哥多了4600多人去到647000多 伊拉克多了4500多人去到278000多 現在看到歐洲那邊的疫情是復發了 希望他們可以控制得住 利用第一波的經驗 盡早是